美帝文称公主进藏以后 她是带了治疗疾病的 404种治疗疾病的一些办法 诊断的一些办法 还有炮制药的四种办法 那么这个过程中 对于整个藏医的发展 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比较重要的一本书就是《愿望要证》 那么她把这本书带到土坡以后 用于当时的这个和尚僧人 也是同意的 以及和这个藏族的遗司 共同把当成藏语 它是一个系统的一个中医书 所以对西藏的藏一发展 用户就发展的作用是很大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